那今天还是按照我们 往常的这种方式 我们还是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前一个半小时呢 我们会请金教授来就2020年的 整个的一些国际变局和行事 做一个分享 那么我们会留半个小时 休息的时间 大家可以就金教授的一些 分享的内容 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 和金教授有直接的交流 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区间 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 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搜集 大家的问题 当然了 如果愿意连迈到金教授的话呢 也没有问题 到时候呢 可以打出数字1来 我们到时候呢 直接连迈金教授好吧 因为今天是周末 时间比较宝贵 我们想把 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金教授 好有请金教授 谢谢何老师啊 谢谢咱们腾讯大学 给我这个机会 大家交换一点看法 这个 我做了一个新的那个PPT啊 然后那个 大家如果这个 有兴趣啊到时候可以接下来用 也没问题的 你们可以用啊 那么因为这个情况不断变化 只有这个PPT也在不断的 不断的在改变啊 那个我尽量呢 把前面那个 内容啊压缩一点 那个就疫情我还是要讲一讲 但是更多的我是讲后面的影响 尤其是对 这个中美关系的影响 那我们下面就 就往下走啊 那我这里能不能翻页 哦哦可以 这么跑跑到再来 反正今年呢 是这个庚子年啊 是咱们国家的庚子年 然后庚子年好像就不太顺 历来就不太顺 这个1840啊 庚子年 叫鸦片战争 中国啊很屈辱的啊 被英国远征军打败了 然后我们在血与火当中啊 进入到了这个近代史啊 1900 这个八国联军 占领了北京 也逼得中国签了非常屈辱的 辛丑条约 每个中国人当时赔一辆白银 对吧 1960年 这个也是庚子年 然后有三年自然灾害 很多人呢 因为饥饿失去了生命 那么青年呢 又是个笨子年 因为这个老祖宗啊 他总结的经验 可能我们得小心啊 对对对对 重视 那个 这些年很多学界朋友 很欣赏 就是英国的一个 就保守主义哲学家 叫爱德蒙伯克 那个伯克这个老学 就很有意思啊 他就是对我们现代人的理性 很怀疑的 这个他说 你现在理性再聪明啊 他其实 相对于千百万年 千百万人 实践当中 总结出来的经验 那是个zero 什么都不是 总之来就是我们对那个古人的那个经验啊 分众 跟着年大概都小心一点 然后今年呢 这个就开局就不太好 是吧 天灾人祸不断啊 天灾呢 就包括这个新冠肺炎 其他还有流感啊 大火啊 黄灾啊 等等等等啊 人祸也很多 各种矛盾啊 都非常非常多 这里就不列举了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 新冠肺炎呢 应该讲是今年呢 最大的黑天 影响最大 对中国如此 对世界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 当然到底是什么样影响我们后面再说 是吧 那我们进入下一页啊 这里呢 稍微简单扯一下这个瘟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啊 就是我们人呢 有点清楚啊 就是其实这个病毒啊 来到地球上比我们少 病毒呢 按照那个 很多那个专家的说法 他其实来到地球有十亿 就作为一种生物形态啊 人低级很低级的生物形态 他这十亿年 咱们人类啊 才两百万年 就是跟那个病毒比我们历史很短很短 嗯 然后呢 这样就病毒 我们人类在扩展啊 所以就不断地接触到病毒 那么多数时候 其实这个病毒呢 对人类影响都很小的 嗯 就是 有些个人接受到病毒 生病了 对吧 然后他就过去了 但是一旦有一种病毒 传染性特别强 然后 就形成了大范围的传染 这就是成了一个瘟疫了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 呃 而瘟疫呢 是影响了人类 进程的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人类啊 其实一直解决不了几个问题啊 就是 战争 战争 其实现在这个隐患没有接触 然后就是瘟疫 当然有些地方还有一个问题 饥饿 古人呢 经常是饥饿放第一位的 然后是战争 然后是这个瘟疫 现在因为我们人类进步的 饥饿解决的好一点啊 现在严格讲啊 我们人类的那个粮食食战是够的 只不过就是说 它分配有问题 所以 实际上大概还有八亿人吧 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营养子不够的 对那些人类它还存在着这个饥饿的问题 那大部分人类呢 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战争 一个是 但现在战争啊 由于核武器的出现 其实这个威胁也是小的 对吧 所以现在瘟疫成了挺大一个条件 这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 现在人越来越多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人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 所以对任何国家来讲 瘟疫都是一个挺大的事 一定得特别特别的重视 OK 总之呢 就是说我们人类的三大挑战吧 饥饿 战争 瘟疫 前面两个再得到缓解 对吧 那么后面这个呢 可能以后对人类的冲击会非常的大 所以得特别重视 那么瘟疫呢 对我们国家历史是影响很大的 这个 现在这个学者已经发现了 就是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甲骨纹里边 就是我们 我们商朝中期的那个甲骨纹里面 已经有一个字 就是现在我写的这个瘟疫啊 那个病字旁 这个病字旁已经出现了 它其实就是这个瘟疫 就甲骨纹里面已经有这个病字旁了 有这么一个字了 说明 当时的那个 那个写作者已经注意到 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后来呢 有史记载的这个瘟疫有很多次 这个大概 我看最新的 有些人的估计说 国历史上重大的这个瘟疫 有三百六十一次 其中呢 学姐可能比较认同的是 有两个王朝 是王于这个瘟疫 一个呢 就是东汉 一个就是这个明朝 东汉末年大瘟疫 然后呢 人口萎缩 社会秩序崩溃 然后群雄并弃 然后东汉王朝就没了 这个横落 几十家祝侯大 最后变成三国 这个秉立嘛 然后最后归于西境一同 我在这个过程中 大概我们的人口 从六千万降到了一千五百万 也有人说降了更少一点 这个反正就是人口是俱减啊 而明朝也是这样 明朝那个 到了晚年 也是遇到了瘟疫 瘟疫就导致社会持续崩坏 然后李志诚啊 张献忠啊 都跑起来了 然后就就就就就就把这内部已经把明王朝给他推翻了 对不对 是李志诚进了北京嘛 让那个崇祯帝在我们那个这个景山公园 那个外博士处呢上吊了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关外的那个建筑 建筑旅针就进来了 就建了秦王朝 秦王朝实际上是因为那个明王朝的内部工会 然后赚了一片 总之 就大家根据这个事实就知道 瘟疫是我们意识上重要的变量 对吧 还会赶超换代的 那么中国历史上呢 应对瘟疫呢 有很多办法的 一个呢 就是隔离 出动瘟疫 这个呢 还是有效的 非常有效 这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药 就是我们东汉末年 有一个伟大的医学家出现来 叫张仲敬 他的那个著作就叫《伤寒论》 就是在应对瘟疫的进程当中 比较优秀的 这个学者 医者 就组结出一些办法 中药 那附带 扯一句中药 就是说 其实我们 现在说中医西医这个其实不太科学 应该说 分成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其实出现的很晚了 19世纪才有 以前没有 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离不开的现代医学 其实是19世纪 在西方出现 然后蔓延到全球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各个文明呢 都是有医学 那都叫传统医学 咱们中国有中医 少数民族有猛医 对吧 蒙古大夫猛医 藏医 苗医 对不对 都有 那国外呢 也有印度也有 这个传统医学 然后那个 波斯 那个阿拉伯人 然后那个欧洲人 他们都有传统医学 我个人有观点啊 大家不一定要赞同 我们 中医啊 在传统医学里面 应该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中国人多 对吧 中国人特别多 好像我看了一个数字 就是到众潮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口 大概是 七千多万人 接近八千万 大概占到当时人类的三分钟 非常厉害 这个 所以我们历来就很多 人多 从医学角来讲 是不是 样本很多 对不对 因为中国历史长 因为别的国家历史 没有我们这么长 我们确实很长 这个 去年 我们中国是不是报了一个世界文化语言 叫梁珠古城 梁珠古城后来成功了 对不对 梁珠古城是5300年 所以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 国家 人口多 从医学角度来讲 就是样本数量 历史很长 历史很长 有个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不断纠错 样本多又不断的纠错 其实这就是现在 这个一个很时髦的东西 就叫深度学习 中医就是个深度学习的厂 所以呢 所以在传统医学里面 中医的经验挺宝贵的 要珍惜它 不能随便否定它 当然中医也有它的问题 不能老是躺在皇帝内经上面睡大觉 中医也得现代化 它本身是很宝贵的矿场 我们需要用现代手段 去把它现代化 但是不要随便否定它 另外呢 咱们中国历史上 对付这个瘟疫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疫苗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对吧 疫苗是中国古人一个伟大的空间 古人是不是小时候给大 小朋友种那个牛肚 对不对 那个就是这个 治疗天花挺好的办法 所以用疫苗来对付我们 也是中国古人的一个贡献 当然现在人类 现代医学就是 对很多疾病都采取疫苗 现在因为我们技术好了 但是这种思路是中国人最先搞的 很养不起啊 可能呢 我这里没写的 第四个 其实也是中国古人 对付瘟疫的办法 就是 就是大规模的消毒 比如说过年炸鞭炮 比如说那个端午节 喝那个叫什么 熊黄酒 熏那个艾草 这其实就是大规模 杀毒嘛 这个可能跟现在的法律 有点不对啊 因为大家 很多地方不是都不许放鞭炮了 那个 但是从古人 那个他的那个那个那个 经验来讲 这可能是他们当时 对付瘟疫的一个办法 是吧 比如说全国范围 啊 炸鞭 熏爱草 他就是有这个 一定的公共卫生的功能 啊 这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的情况 和瘟疫 它可以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 在应该瘟疫过程当中 中国果然终结了很多 很好的经验啊 那么西方呢 在他们的历史记载当中 命运也是很重要的 西罗马帝国后来灭亡了 有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遇到了大规模的瘟疫 那么近代呢 对西方历史影响很大的 黑死病 黑死病呢 现在一般历史学记载呢 都说是蒙古人带过去了 这个蒙古帝国啊 有三次西征 一次就是这个 就是蒙古大汉 但陈济世汗他自己亲自西征就把那个西下给灭了 第一次啊 第二次呢 如果陈济世汗走了以后 接了他叫乌克台 那个然后呢 乌克台皇帝啊 后来在任列呢就命令那个拔都将军啊 发起了第二次西征 这个巴多呢 是拖雷的孩子啊 拖雷是陈济世汗的小儿子 陈济世汗本人就最喜欢拖雷 那么拖雷也很优秀 拖雷能力很强啊 军生能力非常强 他人很好 那个其实他是有能力啊 继承父位的啊 结果他还是尊重了他哥哥 就让那个乌克台去继位了 那个 然后呢 那个 这个 乌克台继位以后 后来就发起了第二次西征 第二次西征就是有 拖雷的儿子叫巴多率领的 拖雷长子去世了 所以他就成了长子 于是 这个这个 他就代表拖雷家族啊 然后率领其他长子 这个西征呢 在历史书上叫长子西征 这个西征呢 对欧洲毁丽性很大 一个大到中国了 独无权给上 在占领那个那个 现在应该是现在乌克兰一个地方的时候啊 他做了一件事就把那个 软鼠域的 这个尸体给扔到人家层里面 然后引发了不较大范围的这个 这个这个鼠 鼠域 然后当时 因为鼠域死人的时候 人都是黑的嘛 然后就叫黑死病 现在 这个 那些商人 主要是意大利商人 那个他呢 乱跑啊 就把那个 因为这个东欧的鼠域后来 就开始往小亚西亚这地方传 然后 意大利的商人 主要是他们 随手 就把那个鼠域 从那个小亚西亚就带到了成沟 最后的 这个瘟疫啊 导致了什么呢 导致三分之一的 我都认识了 2500万 那么 平时的怎么来 就这么大一个灾难呢 后来 欧洲历史反正有一定的 促进 几方面啊 一个呢 瘟疫来了以后 大家不是看到 到处死人嘛 心里很慌嘛 慌了以后呢 就就祈祷上帝 结果祈祷上帝 没用 对不对 没用呢 他就对 就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就有了这个怀疑 那么 那个大家都看过那个叫伯伯伯伯伯伯丘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石瑞藤对不对 这个就是体现了世俗的那个人士啊对那个宗教作用的怀疑 那么这种对中道的怀疑其实对后来的那个叫renaissance对微运复兴是有帮助的 这是一个啊 思想解放啊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机械化 就是机械化 因为那个大规模人员死亡 所以就导致一个劳力短缺 劳力短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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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呀 还有包括军事上的指挥官呢 还是扶摸着怎么用那个机械来代替人力啊 所以這很有意思啊 黑使病对新宗社会打击很重啊 但这个打击的后果呢 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国陆政府思想解放 帮助他走向机械化 这就后后来 大家知道后来 我不说就率先 走向了工业文明 是吧 和就借工业之力很多底下 然后形成了今天我们也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代世界 这是就是欧洲人记忆比较深刻的意思 近代文艺 那么再晚一点就1918年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其实现在这个病毒学家都认为 它起源是那个美国堪沙斯州的农村 然后有农民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可能种植什么的病毒了 然后呢由农民传给当地的军营 然后这个美国大兵不是一战就参战了吗 就带到了欧洲 所以它的发源地是美国堪沙斯州 但是其中爆发是在西班牙 那个所以被叫做西班牙流感 后来呢 其实西班牙为这个事受了很多屈辱 遭起义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咱们那个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就强调 就是病毒命名不要跟那个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一个特种人群结合起来 甚至说不要跟一个行业结合起来 比如说那个H1N1 这个就是甲油嘛 这个结果被那个网上叫成了叫猪流感 对吧 结果导致地方很多地方杀猪 这都是很荒唐 这个对一个产业打击很重 所以后来WHO就挺慎重的 这个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我们要反对那个像台独分子 还有一些美国政治家 一生到晚说什么武汉病毒 中国病毒 这不对的 那不符合科学原理 这个也不符合那个道德 知道吧 但是一百多年前呢 我们就是这种意识 没有啊 所以就就就就叫成了那个戏面 后来WHO给他重新命名了 但是呢 还改不过来 好像慢慢慢慢改吧 OK 所以西方历史也是深受那个文艺影响 另外从战争史来讲啊 对任何军队防范疫情都是很重要的事 比较重名的案例呢 就是纳布伦录清俄罗斯 1812年 拉布伦那帅军 侵入俄罗斯 他大概是六十多万军人 但是号称一百万啊 进去了 那一开始打得很顺的 把莫斯科都给占了 但是后来他就遇到了麻烦 遇到了瘟疫 这个最后他失败 最后出来就六万 十分之一 当然俄国抵抗成功呢 首先还是归功于俄国军民呢 他的指挥官啊 总司令叫图安列夫元帅 另外还有个叫苏斯沃夫元帅 都很优秀 所以俄罗斯军民的英勇奋斗 当然是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拉布伦大军到了牧师里以后 很快就大规模感染了伤寒 高潮的时候一天死亡六千人 每天六千人 最后很大程度上 他就是被这个瘟疫打败 然后拉布伦争俄失败 然后拉布伦帝国就崩溃 然后俄罗斯进入到新时代 所以战争呢 是会受到瘟疫阻击的 还有就是1918年春季的 这个德国西线公司失败 也跟这个瘟疫有关 大家知道了 1917年底啊 美国对德国宣战了对吧 宣战以后呢 这个潘兴将军就率领 150万美国年轻人就跑去 我都去打了 但那个时候呢 他是船运过去很慢 不像现在还有空中 一船一船走 很慢 德国就知道 美国这个胜利军来 他们就希望啊 在美国大兵来以前 把那个西部的 英法的那个抵抗给他击败 所以就发现了春季公司 结果那个公司失败了 失败很大的原因 现在看来就是西班牙流感 这个 当然 现在回头去看西班牙流感 可能呢 都跟今年一样 他可能还不仅仅是个流感 我估计是个肺炎 就一般流感没有什么厉害 西班牙流感感染10亿人 死亡5000万人 所以呢 可能跟当时医学不发达有关啊 我们这一般 就是说他流感 但是我个人有点怀疑 我估计 不是一般流感 应该跟 今天这个肺炎很像 这个 总之呢 讲这么多 就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 瘟疫呢 是影响人类进程的 影响 它甚至会导致朝廷 就是朝代更迭 会影响重大的战争行动的失败 是吧 所以对国家 对军队 防御 永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啊 好 我们再翻译也往下走 好 然后呢 今年的情况 这样就是咱们中国呢 是首先遇到这个新冠肺炎的主机 对吧 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被迫 打了一个遭遇战 这个 现在从很多事实上看 新冠肺炎呢 是在好多地方 单独出现 这个 就就就我看到的材料 目前呢 伊朗 意大利 美国 日本 它的早期案例 其实跟我们是没关系的 所以它是多点爆发的 所以它这个根源到底怎么样 现在不清楚 以后再慢慢的调查吧 对它的事实是多点爆发 但是呢 还有一个事实 它确实在我们武汉呢 首先进行爆发 对不对 就是中国人呢 首先被这个病毒袭击了 然后这个病毒非常的那个狡猾 有越是把它叫流氓病毒 它主要狡猾在哪呢 它就是没有症状 它就可以干净 所以这个病毒非常奇小 一般病毒就是不一样 一般病毒啊 感染人的时候 它一定是有这个症状 对吧 有症状你好防 但是它是可以无症状感染的 它特别难防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传染性特别特别大 它比那个萨斯 埃博拉那个传染性大多了 所以呢 病毒很独特 然后它传染性要大 还有一个就是它感冒 它来的时候 正好跟感冒剂是重叠的 对吧 因为我们北温带的确有这个毛病嘛 一到冬天就是深秋 那一直到开春 整个冬天它都是有感冒的 所以在早期就出现一个情况 很多感冒病人了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是搅在一块的 就把那个大规模交叉感染 结果就把这个医疗体系给压垮了 医疗体系压垮那就肯定形成灾难了 对吧 另外呢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在中国的武汉爆发 其实对这个控制这个病毒就不利 比如说发生在非洲某一个乡村 那这个它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武汉太大不好控制 而且武汉那个地点太特殊 它是九省东区域对吧 东西南北都很好走 还有一个就是跟咱们中国交通发达有关 我觉得还是假设比如非洲出现那个事 那就交通很不方便 对吧 那个非洲很多地方 还是我们中世纪那样就是什么通讯靠航 交通靠走对吧 那个就比较好方 现在咱们国家不一样 我们国家现在交通太发达了 对不对 一个高铁世界第一 高速公路世界第一 航空的目前世界第二 航空目前还是美国第一 咱们第二 但是很接近美国 然后武汉还加一个它水运 对吧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它都有 所以我们这种交通便利反倒 反倒帮了病毒的忙 所以你看武汉好像在1月23号封城以前 是不是跑出去500多万里 对不对 这就就是跟那个交通有关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跟春节有关 因为病毒集中爆发的时候 它在春节 春节之前其实就有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心有点散了 这个 我记得当时大家都 就是在我们中国发生病情以后 很多地方骂一个 什么百不停小区是吧 到那个万联宴什么的 这个就跟春节有 没有春节他不会搞这个 总之就是反此种种 导致一个结果是这样的 我们中国遭遇到了这个 这个病毒的首先的攻击 我们一开始被有点打得措手不及 加上我们刚才讲的众多的特点吧 所以我们一开始来反应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后来开始反应以后 过程当中也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执法初暴啊 形势主义啊 这个等等等等啊 但是总体情况还是好的 我们中国啊 这个认识到这个病毒很厉害以后呢 就采取了断染措施 封城 对吧 这个应该从事后看来 我们这个认识呢 就早期有点问题啊 我觉得还是客观也有很多 我倒不是对那些干部辩解 我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讲 当时人们认识这个东西啊 它必定有过程 很少没有人会为普先知 这个你们这么看时间线 这个12月26号 湖北省中期一级和医院呼吸科的这个主人马家张继先上报了 但一开始上报好像系统还有很多问题啊 不太顺 那他还是坚持报道 报上去 报上去以后呢 首先是江汉区 这个疾控中期排阅 对吧 然后第二天就是审视两级排阅 看来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来源不明的肺炎 他们也是重视的 然后马上就上报 那个国家疾控中期 12月30号 省市两级的那个叫疾控中期发文嘛 就告诫各个医院 有一个不明的心肺炎发生了 同时就上报国家 国家呢 第二天就来了 12月31号就来了 同时就来了一个第一专家组 第一批专家组 当时他们好像就是有一个阶段 不会的 因为很简单 现在我觉得怪不了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上只有27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90%都是跟那个叫华南海巡市场有关 所以你就问他们 好像不存在那个 任由人交叉的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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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情况 好 第二批专家组 DB专家组做了这个这个结论 没有人传染 但是后来毕竟在发展了 于是 我今晚又派了第二批专家组 几天以后就去了 第二批专家组这个时候 他就有争论了 因为他案例多了 有44个了 这个时候就有争论了 但是还是没有结论 然后终于来 这个这个1月18号 就派了第三个专家组 这里面就包括著名的钟南山院士 李南杰院士 然后他们就有结论说 人传人 继续封城 对吧 但是请注意啊 第三批专家组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进了 你有200多个案例 所以我觉得啊 如果大家排除这个感情 排除异习用事 你从那个科学认识角度来讲 当你只有27个案例的时候 你是无法做这个 44个案例的时候 你是有身份的 到200个案例 你才有能够把握下去的 对吧 如果第一批专家 27个案例 你就说 哇就人传人要不封城 那你是天才 是吧 你是预言家 预言家基本上都是半仙 他不是科学家 科学家不能这么下级了 OK 这当然我讲的是一家资源啊 因为伺候诸葛亮 你去评判人家 都是很简单 但是你要科学研究嘛 你得回溯原来的场景 回溯原来场景呢 我认为啊 这个人的认识 一定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挑不过去的 所以我大概 想这么讲 就是我们国家早期 反应了 不是很影响 是我承认的 但是他更多的是 是这个人的认识过程 必然的一些局限 下面我要讲 一旦我们国家 就认识到这个案例 很严重 然后就取国之力 就开始对付它了 先是封武汉市 一个1100万人口 户籍人口1000万 藏着人口1500万 当时在武汉待的1100万 不得了啊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这是开首例的 没几天 整个湖北省封了 湖北省 这个6000万人口 这个我刚英勇书记啊 就是前两天去慰问那个 医护人员吧 就讲我们湖北是6100万人口 跟意大利人口是一样的 一个省都给你封了 那个然后 因为那个武汉的医疗资源崩溃了 又是举国资源了 是不是 隔离掉了4万多的医护 这个人员过去 然后其他各种 其他的人员啊 十几万的 军队也去了4000多 多人了 这个 就是我们国家 大概十分之一的 这个防疫空力 集中在武汉 那么 其他地方也都隔离 对吧 严格实行那个隔离措施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效果还是好的 从1月23号封城一直到这个 三月中旬 基本上实现了 临阵 不是临阵 就是各维数增长 这个疫情就得到控制了 所以大概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情况 公平地讲 我们中国确实是 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 最倒霉的 我们被那个病 病魔啊 被那个病毒啊 打的一个埋伏 对吧 我们首先 展开了遭遇战 别的 所以网民才讲 说我们这个闭卷考试 人家是开卷考试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做的时候 这个 那么在防疫过程当中 各个角色 我觉得都是 有正面作用的 就是反核政府 决心很大 下决心封城 封城以后呢 你要保障 人们的生活啊 然后就调动各方的 这个力量啊 资源武汉 另外呢 保证物流的产品 就是基本生产的维持 这都是不容易 这里面的绝断 组织能力 都是非常高超大 然后就是咱们社会 我觉得整个 全体中国人 都是有股钱 对吧 我们按照这个 科学家的要求 看到政府的要求 自我隔离 这个 牺牲了一些不便 这个 因为这个 贝力还是带来 很多很多方便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政府 来讲 这个决策是有利的 执行也是有利的 然后社会非常配合 另外呢 我们必须提 在那个 疫情的 我们疫情的早期 广大的海外 华人华侨 大部分都是非常优秀的 是吧 有很多志愿 比如说 那个肯尼亚 江苏的肯尼亚商会 肯尼亚是很穷 那个非洲国家 对吧 但是中国人在那 经营很好的 肯尼亚的江苏 华人商会 就是保冷南海 那个城市 那个 一个环境 用了很多物资 过来 对吧 后来很奇怪 网上 把它说成了 就是澳大利亚 华人 送物资 这是很无耻的 我不知道谁编的那东西 非常无耻 这个 对不起那个肯尼亚 江苏商会 是人家做的这个事 你为什么扭曲它 我不知道 谁出于什么 阴暗的心理 做的这个事 不管怎么讲 就是反而华人主流 非常好的 国际上呢 大部分国家也挺好的 根据外交部的说法 中国遇到疫情 有79个国家 10个国际组织 都是给我们报道的 总体来讲 到今天我们可以说 中国整体上 应对新冠肺炎 是可以打高分的 大陆内部 现在控制了还可以 现在主要的威胁是 外来输入性了 然后本土呢 叫官员性 澳门做的很好 台湾现在看也可以啊 那么香港呢 有点问题 但我觉得应该 还是可控吧 OK 关于中国防疫上 基本情况讲的这样 我们来下一言 那么国际上呢 到目前为止 对中国抗疫的评价 我觉得 这个是这样的 专业组织 现在那个 应对疫情 应该讲 这个 最权威 最有专业性的 还是世界卫生措施 对不对 WHO WHO总体来讲 对我们国家的表现 是很满意的 大家都知道 二月份 WHO派了一个专家 到咱们国家来了 我在武汉一带 待了九天 调查的很详细 结果他们 对中国的做法是肯定的 他们基本上的 这个观点就是 我们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 然后给世界 至少赢得了一个月的时间 人家用不用 我们不说 但是我们给他赢得了一个月 另外呢 就是 按照谭德赛先生的说法 就是我们中国的抗疫 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标杆 就有很多中国的经验 规范 大家可以学 OK 这就是WHO 现在的评价 那么因为WHO 对我们评价很好 所以现在美国 所以14号 这个就前几天 特朗普是不是 决定暂时终止 暂时终止 这个 给WHO的那个 就是会费了 对吧 OK 他不管那个美国 态度怎么样 我觉得 在这个疫情当中 最有资格进行评判的是WHO 对吧 因为各国都是选手 WHO实际上是一个大分的裁判 他应该是相对比较客观 对吧 那么 他评价是可以的 那么 别的一些国家 也有些公正的语言 比如说 这个 2月3号 美国那个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就有一篇传 实际上是 实际上一个专家的文章 说 China sacrificed the love to save the world 就中国牺牲了一个神 来拯救世界 对吧 这个呢 是那个 我觉得是难得的 比较公正的一样 那么 好像稍晚一点 2月5号嘛 日本呢 有个叫 现代商业网站 上面 有一个人叫 加股归义 这个人是一个 实际上是个资深评论员 他就是 观察中国的这个应对能力 得的结论是什么呢 中国啊 像美国一样 是不可挑战的国家 另外就是很多国外 国内的网民就开始比较 就是相对 相比较与中国的那个应对 新冠危机的做法 而美国 这个处理今年的流感 就处理的不好 澳洲处理大火不好 还有日本 对吧 早期处理那个叫 油船 钻石公主号 处理的很差 特别是跟咱们天津和深圳 相比啊 深圳和那个天津都 在除夕前后 接待过那个油船 都是24小时 把人都清理完了 而且都做了检测 都是24小时完成检测 日本那个围船 船停了那19天 才让人家下来 而且下来的时候 才检测了三分钟 整个应对能力很差 这就是对现在啊 影响比较 然后 纵向一点比较呢 就是国外网友比较 比如2005年 美国卡特里拉巨峰 再晚一点 日本辅导 可泄落 还有2009年 美国处理逐流感 不是很差的 OK 这是一个基本期望 就国际上当然 一直有这个负面的东西啊 美国政府 还有美国的一些 中国主义者 这个一直有 日本韩国的右翼也有 负面的 但是我认为啊 就是国际的主流意见 这个包括国际组织 特别是专业性的国际组织 包括西方的专业人士 还有很多发展的国家 我觉得评价总体还是正面 那么国际上对我们国家的肯定呢 是这么几个 一个是暖的 首先暖的 暖的有三个能力 领导的 领导的承担责任 还有一个是组织的 就是一旦领导拍得完 那么就有相应的系统进来 包括党的系统 公务员系统 国有企业系统 当然现在大的明显 包括你们腾讯这一次 在这个大数据方面也做了 军队 对吧 陈系统 所以组织力很好 还有就是社会动员力 这里面就包括社区干部 包括民众 包括那个志愿者 这个 这实际上可以把它叫 这几个能力啊 领导力 组织力 动员力 叫做 capability of government 就是智力能力 这智力 还有一点就是硬实力 硬实力包括工业和科技 工业当中大家看到了 我们十天建一个这个野战医院 防疫医院 十天火神山 另外十天雷神山 这个在西方是没法相较的 我们真做不到 是吧 完全做不到 最后还有一个社会邻居力 虽然在 这个疫情发生以后 我们很多人心情很不好了 所以 也出了一些问题 对吧 比如说舆论 还有有些小区啊 有那种 违反规定 有些人不守规矩 甚至还有 犯罪 是吧 我看有两个报道 是那个违反疫情 人家执法者去管他 他把人家给杀了 还有这种情况 但那个我觉得还是支流吧 有14亿人出现这个事 还是比例很小 很小 我觉得主流还是 是大家那个 各司其辙吧 这个管好自己啊 所以这就是国际评价 我们再翻一眼 再翻下一眼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大家都知道 疫情呢 在中国 可以说是基本得到控制 对吧 虽然我们没有结束啊 我们本土还有 另外就是还有外来的 但是总体来讲 我们是可控的了 对吧 但是呢 中国以外的情况非常严重 我刚才在那个 上个以前我看那个 John Hawkins 他们那个网站 到今天 北京时间下午 全球已经 这个217万了 然后美国71万了 这很吓人 这个 那么 美国呢 就单一国家来讲 现在最严重 一个国家71万 最严重 欧洲做一个州 最严重 欧洲现在 整个那个 确诊了吧 108万多 做一个州 欧洲最严重 做一个国 美国最严重 那么 我说他们相当 相当 相当严重的 有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 英国 对吧 东亚还可以 这是很有意思 东亚现在不错 东亚呢 一个是咱们 是吧 咱们大陆 都不错 然后呢 台港澳也不错 是吧 我刚才讲澳门不错 台湾表现也不错 然后呢 那个香港也还错 中国以外呢 其实朝鲜这些 对不对 韩国也还可以 日本也还可以 越南 新加坡也还可以 这个 当然日本和新加坡 有点隐患 因为那个前一段时间 他们有点忽视 有意无意的 有点忽视 那么最近呢 我看那个情况 有点恶好 但是我还是 坚信他们能控制住 中东情况 有点复杂 中东现在 那个伊朗 土耳其 还有以色列 情况 这个 别的国家呢 他 看不到数字 主要是因为 他们战乱了 还有这个 统计数字 这个统计水平 就医疗水平低啊 统计能力不够啊 看不出来 我估计 现在看到的 伊朗 土耳其 以色列比较严重 其他地方 其实问题也是有的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那么 现在大家有点担心 就是第三世纪情况 现在呢 不明 实际上 因为第三世纪 有个什么问题 他们没有检测能力 到底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这个 都只能期待吧 期待 这个病情呢 就两波算了 或者三波吧 这个就两波 如果中国 及我们那个周边的 东亚邻国 第一波 然后欧洲 美国 跨大西洋关系 第二波 不要有第三波 要有第三波 就惨了 因为这个病情 如果真的在这种 全国家爆发 因为后果不堪设想 全国家人又多 然后医疗资源又少 财政条件又差 他们要出的 真是挺大的灾难 用祈祷吧 就不要出现第三波 就不要出现第三波 那么 外来现在那个疫情 主要是在美国 我说 那么 我个人认为呢 就截止到今天 应该讲美欧的 领导层和社会 都有责任 你看这两个地方 这领导层 在三月份以前 都不重视这个病情 虽然我看 很多他们国家专家 早就紧到 都是国家体力 你们得小心 结果 他们普遍就是忽视 那么现在呢 开始应对 好像也是守望的角度 没有看出 因为整个欧美社会 散漫 不停管 曾经有一些专家 甚至有些政治人物 出来建议他们戴口罩 结果 整个社会都笑话 所以 应该说 这个现在那个 受益性影响最大的两立区 欧洲和欧美 他们无论是在朝的 执政党 还是在野的 反对党和民众 表现都是不介入 仁义的 OK 这是海外的情况 我们再往下走 那么下面我们来盘点一下 影响的 这个呢 首先当然谈对中国影响了 哎呀 咱们中国影响呢 很简单 服务业 影响巨大 对吧 比如说 这个餐饮 餐饮还原 那是现在是损失惨重 对不对 光是过年一个黄金周 按道理应该赚五千亿 就是这是过去的经验 对吧 一个黄金周嘛 七天 五千亿应该到时候完 没了 对不对 那么此后封城 又是几千亿上去了 对吧 这个当时有交通 惨不伦斗 旅馆也 没客人 电影 彻底就废了 娱乐 包括我们这种培训行业 没了 那个体育 对不对 都没了 景点 旅游景点 没人买 所以呢 很肯定想服务业算是很大 这一次呢 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 咱们经济结构跟03年了 啥是不一样 03年的时候 咱们那个国家的那个 农业的比例是10左右 服务业那个时候40多 制造业占比还是最大 这个45以上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服务业上来了 跟农业下来了 那也由原来的11 12降到7 制造业呢 从最早的 绝对又是50几降到 40几 去年降到39了 那么这个 一二产业浪出来 都是给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大概去年 已经占到53.9 54吧 好记忆点 54 而这个疫情呢 打击的就是服务业 这是个基本事实 传染性疾病 首先打击是服务业 对服务业损失惨重 制造业呢 也是损失比较多 因为 没工人了 对吧 都被隔离了 然后物流也不顺畅 对不对 所以呢 制造业也损失惨重 外贸也损失惨重 这就是一个基本情 好像有经济专家 他们评估过 大概最后算下来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咱们中国今年的损失 大概在5万亿 这还是不小的一个数字 因为咱们中国去年全年的GDP 是不是99.8万亿 也如果5万亿 或者再多一点的话 就差不多损失6% 对不对 就去年GDP 6%被损失掉了 就是因为这一场病情 我这里显示网络状况不佳 不知道 可以听到金教授 没问题 好的 好的 那我接着讲 同时就是一个事实 我们必须面对 就是说因为这个肺炎病情 我们巨大的损失 到底多大 我们现在不知道 大家都是估算 我看到比较高的一个估算 而且但任何人很多 就万一损失 那么大家就想办法来补 对不对 那么目前看来 是这样的 就是应该就还是有机会补 比如说 大家都在谈论 昨天呢 17号 这个统计局数字 我们一季度 负增长6.8 对吧 那个 但是呢 你再看里面的那个讯息呢 是三月份的下关 其实恢复的挺快 所以我 我偏乐观 我天性偏乐观一点 我觉得呢 二季度啊 中国经济啊 有可能有比较大 这个 都不一定能够恢复到正常 但是肯定比第一季度要好很多 三十季度应该有非常靓丽的增长 这是我的推算啊 那么 这是经济方面的损失 中国的社会影响比较复杂 社会呢肯定有损失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 就是八万多人确诊嘛 然后呢 那个 死亡数 现在是四千多人嘛 因为昨天那个武汉 重新核查嘛 增加了一千二百多人 四千多人死亡 这个还是很悲剧的 对不对 因为这些人生命本来可以延续的嘛 夹人而治嘛 所以 所以我没有生命健康的这个代价 这个 那这几天大家还看到我一个图片嘛 就是李文亮医生的同事 也是大夫啊 也是被感染了 然后被救活了 上了这个什么 Acoma什么 上了很多药 结果救完了以后 那两个人是不是脸就完全成了黑了 是吧 皮肤就 有点那种焦黑的状态 那个主要是就是肝受损了 文国医生就是肝 肝功能损坏就是这样 他就会黑 身上发黑 就这个人活了 但是他那个 其实 后遗症挺重的 OK 这是咱们的损失 对吧 生命 健康 还有就是 损失就是这 整个一季度啊 中国人的生活是严重受影响的 对不对 严重受影响 这个 这是咱们的另一个损失 对不对 经济损失很硬的 社会损失其实 也是挺大 有很多人 我估计都有心理因应 特别是那个家庭 失去亲人 那种家庭 所以 还有社会损失 但是呢 这个 在社会层面啊 我觉得还是会有 就事实上就已经有一点收获 那就是 老百姓在这个事件以后啊 可能 以后比如说 整体来讲啊 还是龙距离家乡 大家的这个国家 对生命都会跟着气 然后对国家 还是有信心的 这个乐观主义 还是在中国社会占的上风 OK 这是社会影响 有损失 但有收获 经济损失很重 但是后面有希望 往回来一部分 附带讲在经济上呢 我刚才讲 中国有弱点 现在就是高度以赖 比这个17年前 比那个03年 那个高度 有更多的那个比例是服务业啊 也就是第三产业 但是这次有个亮点 就是线上是不错 对吧 这大概能挽回一点点 好 那么再讲到国际关系啊 国际关系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呢 中国的形象在西方 一部分国家当中是受打击 因为西方媒体 西方政治家 现在都都都都怪我们中国 这个 他们有几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 说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生活习惯不好 吃野饭 附带讲吃野饭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呢 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这个现象 我是跑了八十几个国家 就我了解啊 我后来专门找我的这个 这个搞食品的朋友问过 就咱们中国是没有任何地方 没有任何时候吃蝙蝠的 没有 就我们没这个习俗 因为也可以自己调查 古今 古来今往吧 这个我们历史上没有 地区也没有 但是国外有地方吃蝙蝠的 非洲 东南亚 南太都是有的 有吃蝙蝠的 这个习俗的 我们真没有啊 另外就吃野饭呢 这个我们中国人喜欢调侃自己 特别喜欢调侃广东 就 披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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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饺子 除了那个凳子 这个桌子不吃 谁都吃啊 这个都是 我们面对夸张 坦率讲来 我们中国是中不溜 吃野味啊 非洲兄弟 南亚兄弟 东南亚 南太 拉美的印第安部落 都比我们厉害 知道吗 我们中不溜 西方国家当中也有吃野外的传统 就是那个 狩猎嘛 狩猎传统 他还还保持着呢 狩猎完了 他马上就吃啊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狐狸啊 那个那个 那个野猪啊 打他就吃啊 路 现场就吃 美国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 美国不是野外相当比较多 开车撞吃的那个 不管什么 他就可以拉回去吃的 没问题的 这个 所以呢 吃野外呢 实际上是很普遍的 那个中国人中不溜 当然就是 现在我们说吃野外 他不安全 因为那个野生的东西 他那个 检疫啊 什么 卫生 他有点问题 他 可以说他 他有安全隐患 所以现在 我们国家提倡不吃 这个负责 有些地方立法 禁止就可以 这个 就是对 那个 大家生命负责 健康负责 可以 别吃 但是呢 也不要把它专门的做成中国人那个习数 因为这不符合事实 知道吗 这个反正 这个事我撤的有点远 就回到话题 大概就是这样 就说 现在呢 这个西方啊 政治家 还有西方媒体 还有一部分总统主义在卖 确实在污蔑我们 这个污蔑呢 从疫情 一开始就有了 一直到今天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用害怕啊 这个我觉得事实呢 就是我们在抗议物理上做的是比较好 比任何国家都好 这个没有问题 比如说大家有人吹那个韩国的经验啊 我跟你说随便我们举个例子就把它顶过去吧 浙江 韩国五千万人 浙江啊 五千五千七百多万嘛 比的多一点 浙江可以 那整个那个那个就是控制感染和控制那个死亡率 那比韩国好多了 对不对 浙江太流了 没死亡 零死亡就多流啊 这个 所以很肯定讲咱们那个抗议工作做得挺好的啊 那个 因为被抗议做得好 所以现在我们经济恢复也在顺利的状态 当然展开也不太顺 它实际上也有些障碍 包括这个外贸 现在那个出口不顺 但是呢 相对来讲 我们中国无论是防御还是经济啊 都比主要国家要走得快一点 这个 所以我是倾向于推算 这个虽然我们国家 首先遭遇了病毒袭击 也开始有一点措手不及 因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 随着这个疫情呢 在国外的发展 比较之下 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影响力是上升的 我 应该是四天前吧 参加一个内部会 有一个朋友呢 他是这个 一个美国 很著名的人物的一个朋友啊 班农 斯蒂文·班农 很多人都知道吧 他是那个16年 这个特朗普竞选的首席战略家嘛 后来跑到白宫呆了一年 身份就是首席战略家 对吧 现在呢 他因为那个 跟那个谁 跟那个特朗普总统的那个女儿女婿关系不好 就被踢出来了啊 当然他仍然很有影响 他里面是 在操作一个网站 那个网站影响力特别大 他就是美国右翼领袖 然后 据我那天 在会上碰到的朋友讲 他呢 个人的班农关系很好 然后呢 他就去 这就是前几天跟班农有过一个电话长谅 他就说 这个 班农啊 对中国啊 内心那种戒备是上升的 上升的原因就是中国 这个这个班农说 以前呢 根本就不可以要中国 你都不理中国 哪去都中国不重要 但是他 这几年开始变化 第一个变化时间呢 2014年 2015年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计算 2014年这一年 中国的购买力评价GDP超过了 美国 大家知道购买力评价吧 英文叫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简称PPP 对吧 就是根据你的本币啊 每一个单位本币能够实际购买的东西啊 跟美元进行比较 那么根据购买力评价 那么中国的GDP 2014年超过了美国 这个数字谁提供的 中央情报 CIA 在什么地方呢 中心局每年要出的一本书 叫World Factbook 就是世界开放 这个数字 由中心局提供出来以后啊 班农第一次注意 2014年 实际上是2015年 因为2014年数据是2015年出来的 知道吧 2015年中心局告诉美国的精神 中国的实质GDP 就是购买力评价GDP 超过美国了 这个时候班农的心理呢 叫Consent 他说我感到担心 英文叫Consent 到了08年 这个他们美国突然发现 5G很重要 在5G计算了 中国领先 中国的华为啊 中心呢都不错 尤其是华为 这个时候呢 班农的心理就是换了一个词了 就叫焦虑 因为叫Ansiety 焦虑 最近 看了那个 这个话是 跟我这个朋友他聊天是 4月初嘛 最近看到我们中国从1月底开始 到那个3月底 两个月 举国之力啊 应对这个 新闻北人非常有利 然后班农就开始有第三个心理 就是费用 就是恐惧就出来 是吧 他说这个应对 新冠肺炎的组织动员能力 就是战争 非常厉害 OK 这就是共和党领袖 共和党精神领袖 他的心理 这个 这个心理从侧面来讲还是对中国的肯定 对不对 OK 那么 这是国际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看未来 你就注意到什么呢 就是习主席啊 新冠肺炎出来以后 他很担心了 一直 亲自 领导啊 抗击医学 然后开了很多会 最高级的就是常委级啊 然后是政治局级 然后很多专业委员会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 什么依法治国啊 全面送啊 改革啊 帮到很多区劳 这个这个开会 当然还有在国际上啊 他他也做很多事 就是跟很多元素 包括跟特朗普中的沟通 那么 我注意到什么情况呢 就是习主席啊 反复讲 一方面 要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要保护人民健康 一定要打好防疫战啊 但另一个方面呢 基于始终 对那个政府啊 提了一个要求说 今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变 这就是很难了 对吧 因为防疫啊 是影响社会经济 但是它不变 这个 不变你分解一下啊 社会发展目标不变 它就是今年要完成 经济发展目标不变 就是今年要实现效果 根据那个专家的说法呢 经济专家说法 今年要实现巧克力还得保护 GDP得保护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事实啊 就是习主席作为国家领导人 他目前的指示都是这样 一方面防疫要做好 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还得搞好 然后呢 这个根据我们国家的经验呢 就是习主席 提这个要求 肯定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不会随便提的 看到很多经济专家 包括那个 今天网上那个 什么刘世锦 原来 国家经济中心副主任 他就说 应该把那个 GDP增长目标降到三 或是三下 对吧 他目前 这当然是合理的了 但是呢 好像目前 中央指示还是 还是追求 那个 原来的这个 这个经济法的目标 全面消耗 那么 既然中央提这个要求 估计呢 那么各级政府 还有相关其他系统 都会努力去做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 比较大胆的预测 就是有可能 今年掌门中国 防御战 经济保卫战 都可以 比较成功 会有双胜利 防御战 我觉得我们现在肯定是 比最难的时候 过去了 现在虽然 每一天都有外来输出案例 以后 所以回来的更多 会更多 但是还是好控制一点 它比那个 本土办法 还是好控制一点 当然现在 我知道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两个地方 一个是广东 一个就是黑龙江 对吧 黑龙江那边 俄罗斯内部的疫情 应该是比较严重 这个地方有点危险 那么广东现在也有点危险 对吧 广东比较开放 外来人多 而且关键是对香港接浪 香港有一段时间 是防我们大陆 防欧美 但现在的病情有点不明了 所以现在两个地区 一个广东 一个很一样 压力大一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 防外来输入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病毒啊 还是比本土的要容易一点 加上我们现在经验也多了嘛 所以呢 我觉得啊 我们的防疫战 整体已经进入了 危险了 后面还有很多 后续任务 但能治理好 基于这个事实 咱们防疫战做的不错 所以下面 不公布上的条件 你都不要 那么现在呢 从三月份的数据看 不公布上 对人家讲 良好的开端 所以我有个 我有个比较大胆的推算 很可能 今年 咱们中国啊 防疫 经济保卫战 两个都是 做得比较好的 好 我们下面再翻译 下面谈谈对世界 经济的影响 这个世界经济影响 应该是非常显而易见 对吧 世界经济 这个 这个首先就是 资本市场反应比较剧烈 对吧 有个股市从那个 二月 应该是二月 二十一一号吧 两万九千五百点 掉到昨天是两万四千多点 掉了五千点 掉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对吧 一度我看后来掉了 掉了一万八千多点 现在是回来一点 这个 掉了三十五左右 现在回到了二十 这个 但是我看那个资本市场 它那个根基不稳 下面还会 往下波动 另外呢 包括石油在内的大众商品 现在全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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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价 为什么 因为需求没有 对吧 后务贸易呢 现在也很不顺 对不对 因为 因为那个 人员 那个来往都受影响了 嗯 所以呢 就是世界经济受影响应该是毫无疑问了啊 那影响了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 我 那IMF是前天有一个报告说今年整个世界经济大概是下发百分之三 是吧 下发百分之三 其中美国欧洲日本就三大大的经济体下降幅度还要大一点 大到什么时候呢 不好说 反正IMF估计 它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它的估计是这样 全年整个世界经济负三 然后美欧日更低一点 那在中国的估计呢 它 这个还可以 它大概 给我们估计是1.9 就大国里面我们还是正正常 比如 我刚才那个 这个估计比这个要高一点吧 但是 IMF大概就这么说 整个世界负 负3 我们1.9 正的 那么美欧日比负3 美欧日比赛还要低一点 这个 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外貌是很不利的 对吧 对外貌非常不利 那个 嗯 嗯 附带奖啊 就是 咱们中国呢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 因为那个 今年呢 消费肯定是所以 我前面讲的 新冠肺炎病毒 首先打击的这个就是这个 第三产业就是消费 因为现在看起来 外面情况不好 所以 外貌 也受益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年咱们国家的工作重点吧 我觉得可能是投资 对吧 消费当然国家有个想法 去鼓励 让那个一季度损失的消费 后面二三四季度能够补回来一点 所以国家肯定会下很大的功夫 是鼓励消费 当然是有效消费 嗯 中国 鼓励后面的消费 把第一季度等一点消费 然后呢 外贸我们中国肯定还是要保的 就是 虽然外贸形式不好 但是我们中国还是喜欢保护 而且呢 我觉得呢 现在还有 外面还有个亮点 就是我们 东亚地区 现在还行 是吧 现在欧洲美国经济现在受打击更大嘛 而东亚地区呢 你看韩国 像控制的不错嘛 经济 有没有说太大影响 日美还行 对吧 东南亚也还行 所以 朋友一刀 这一次啊 可能有一个这么一个后果出来 就是这个 东北亚这个经济链条 可能 在以后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有点上 因为大家 你们搞实验的朋友 都知道 就是全世界 工业其实集中在北温带三个地区 对不对 东亚 西欧 北温带 实际上它有三个 这个生产链 这个 但是现在美欧肯定是损失比我们大 哎 东北亚还可以 这是我们外贸的以后一个作例 所以我个人估计啊 从国内政策来讲 由于这个 消费受打击了 所以肯定下面要作例 肯定消费 由于这个外贸形势现在不太好 所以我们外贸政策是保护 不要下滑太厉害 那真正这一次 今年要发力的是投资 所以就企业家来讲 可能今年来 就要关注国家的政策 想办法 顺着中国 新一轮投资 搞炒吧 做一点 我对企业家的建议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呢 这个要抓国内的这个投资机会 咱们国家 有数据 去年发生了 这很重要 就是咱们国家的 零售商品 去年达到了41.6万人民币 这个 就总量超过了美国 这个很伟大 因为你们知道 全世界生产力过剩 对吧 所以购买力很重要 最后购买力算老大 很多产业都是这样 现在很多技术其实都有啊 那谁能够找到那个买家 生态才能发展 技术再好 我没人买这个完蛋 所以呢 去年 咱们国家零售 总额超过美国 这是很伟大 这个事啊 非常非常伟大 那么今年呢 这个我们 整个零售会下降一点啊 受这个相关影响 若不信美国下降会更低 所以中国啊 就是从现在开始 是世界第一大零售市场 这个事实进发生 就会很巩固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你们做产业 抓中国市场 绝对是中国之中 这个 而且我刚才讲了 在那个经济增长 三降马车 消费 投资 出口当中 今天消费所损的 对吧 出口是受影响的 所以重点肯定是投资吧 所以 我建议企业家朋友啊 你们未来的经营 得这么想 一个是国内市场 一定要有一定的分 这是确保你不死了 回下去啊 第二个呢 外贸这一块也不要丢 这么看起来呢 好像以后要重点经营 叫东北亚的经济权 这比较靠谱 因为欧美啊 看起来啊 损失比我们大 而且好几年回复不管 所以你的重金要放到那 当然还有观察点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一带一路 看看情况 如果 中国啊 WHO啊 在奴隶 奴隶成功了 就 穷国家没有发生第三波疫情 那我们可以 在这个方向 补入一点 所以国内市场 东北 东亚 这个贸易圈 一带一路 贸易圈 这可能是以后 你们可以下下功夫 三大重点 那么 对这个 经济影响的评估 总评估这样 就是这一次这个 这个叫 新冠肺炎的经济影响 应该是比那个08年 要高一些 特别是预期再发展 美国啊 欧洲那个失业人数 会更严 对吧 所以它那个影响 就会进一步的出来 但是 但是 在很晚的历史角度看 可能呢 我觉得它到不了 那个上个世纪 1929到1933的 那个 经济大危机 那个情况 到不了 它是介于这个 上世纪经济大危机 和这个 08 华尔街金融危机 之间的一个东西 这是我的经济的 那么 三大主要经济体 这个 就是美欧日 是吧 今年肯定是 不是受影响的 但是 影响程度呢 一定要我预测 我觉得欧洲 可能影响会最大 不是受损罪 然后其次 美国也会受严重影响 但是 因为美国毕竟有 把主地位 它 它很善于啊 让你们分担成本 所以美国在 三大经济体当中 可能呢 抗打击性最强 它会比我们差很多 但是呢 别的俩兄弟要好一点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 下面还有讲一个稍长一点的影响 就是全球化 从学者角度来讲呢 我们都很喜欢全球化 因为全球化理论上很 全球化 什么 理论是什么 就是让 这个三大经济要素 这个 劳动力 技术 资本 全球流动 对不对 你们搞经济的朋友都知道 古今中外经济都是由三要素构成的 劳力技术资本 全球化就是让那个 三大要素 全球流动 合理配置 是吧 理论上讲 它肯定提高人类的效率 人类效率提高人类的福利产品提高 全球化是个好事啊 但是 现在呢 很显然的 全球化前景 各国经济民主主义都上来了 包括美国 对吧 美国欧洲 他们首先反映了一个问题 口罩 呼吸机 俄温枪 防护服 呼吸 这是保障那个 医护理人员安全的这种基本物 这个叫医疗物质 都要靠外国 这个不行 像美国 抗生素 比如所有抗生素都中文参加 知道吗 然后基础原料 这个糖尿病 高血压 什么降血脂的 就是抗基础病的药 85是我们给的 这个现在美国人觉得受不了了 这不行 欧洲也有这个想法 日本也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估计啊 就是这个 经济民主主义上来 随着这个安全的考虑 压到市场利润的考虑 一部分资本会回流 全球化会不困受 对吧 美国与我们那个经济啊 脱口的肯定性上升 弄得不好啊 最后会出现两个全球化 一个就是美国主导的 老的全球化 然后他们有系统的把中国赶出去 中国当然不愿意啊 我们从全球化他们收益啊 当然我们也贡献了很多东西啊 我们应该这么看中国 过去四十年中国 既是全球化的收益者 也是贡献者 现在美国也不管我们贡献不贡献了 反正就把你踢出去再说 咱们中国呢 还会要全球化 所以呢 有可能啊 中国啊 就是比如抓住周边 中日韩之贸区啊 中国东盟合作啊 和其他几个区域 一带一路啊 也推进我们的那个 全球化 所以有可能弄得不好以后 实际上 中美部分都多 然后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平行确就好 这是长期影响 还有呢 这个 这个这下面这一点 其实我上面已经讲过 这是稍微再重复一下 就是世界三大经济带 东亚西欧平民 现在很肯定讲 美国欧洲这两个经济带 受损会更严重 是吧 中国所在的东亚经济带 会比较好 然后中国还有加大力度 更好 事实上我们外交就这么做了 中国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现在是不是在借疫情 推动中日韩合作 然后借疫情 进一步推动十加三 就中日韩和东融十国合作 我个人相信呢 在这个疫情之后啊 我们东 东亚经济圈会首先恢复 这一个只有中国的贡献 一个就是周边这帮兄弟们 也不错 共同奴地 我们这个经济圈会首先恢复 还有 恢复之后 我们的内性肯定会加强 因为呢 我们东亚整个经济圈就有个毛病 这里拼命生产的 美欧功夫 现在因为美欧两家 身体不行了 躺着呢 上呼吸机了 需求肯定下来 需求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我经济一定得在本地消化 于是呢 在疫情过后 东北亚 东北亚 东南亚这个 东亚经济圈的内性还会加强 内部它的贸易增加 另外就是我们中国必须就是还是要想办法保护我们在现有世界产业量当中的意味 不能这个尽量的不能让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机会白白就送给别人 当然 他再讲就是任何别的国家想取代中国在产业当中的位置也不容易的 对吧 上个里面好像有个信息传的很广 具体哪一天我忘了 就是美国总统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 在Fox News就讲 会要鼓励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回归 从中国撤走 然后美国政府会提供百分之百的那个报销 日本呢有类似的思路 就是对中国的投资要慎重的 但是呢从纯市场角度来讲 他这个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这个建议啊 他在讲执行起来 就这些美国企业就是把我们厂卖了 给到美国 他没有合格的工人 而且呢我前面讲过的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 第一个是中国的市场卖的 工人没有生产部署东西 有了工人造出来又没地方卖 那不是找死吗 对不对 所以被那个库德罗啊 那个那个那个就鼓励美国企业回去 我觉得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好像中国美国商会的那个主席最近刚接受采访 就是他调查在华美国上是企业大部分还是愿意再增加投资的 不是不是理工 他他不管怎么讲这个 互动那个信号是不好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中国政府还得重视就是尽量还是要做一点 你这样做点工作 确保我们这个世界产业内的地位不往下掉 OK 这是世界经济影响 我们再看 下面讲两对国际政治影响 国际政治影响我首先做一个比较 就是这个新冠肺炎事件呢 我觉得它影响比较像一个911 它的影响会小于1991年苏联解体 为什么呢 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 导致这个世界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从冷战到后冷战 对吧 那么苏联解体呢 其实是个结果变化 而是新冠肺炎跟911有点像是 它是什么呢 它是会突然来的事 这事再大它也会过去 对不对 这新冠肺炎对国际政治影响呢 我认为是一个重大事件 而不是结果变化 对吧 这是一个定位啊 那么下面再具体讲它的影响这样的 首先呢 它对很多国家内部矛盾有很强 就是各国啊 就是在野党 自身党就围绕这个下去 对吧 对吧 你看这个美国就有这个问题啊 两党对这个这个 对对美国的那个什么 那个评价 这个这个很不一样的 老特就说我做的挺好 对吧 但是那个 好像大家这几天的微信群都看到 就是纽约时报是不是组织的一个非常强大的 记者对我 就系统了梳理 过去70天 这个特朗普政府啊 应对 应对那个那个新冠肺炎的失误嘛 所以呢 新冠肺炎来了以后 应该讲 让那个已经本来很紧张的 美国民主共和党党的关系更紧张 对吧 这个呢 还应该就成了这个这个 今年美国大选的新的要素 我印象里面就是在一月底的时候 特朗普先生那个时候 气势复工 为什么呢 去年下半年不是民主党弹劾吗 弹劾他 一度他有点狼狈了啊 但是到了一月底 在参议院是吧 他赢了 唐河岸就结束了 那个所以那个时候 当时态势挺好的 在唐河岸他赢了 支持率非常稳定 所以一月底的时候 大家都说 今年呢 这个特朗普先生那个 年代应该问题不大 对吧 那个经济那个时候还可以 对手 民主党对手 都比较弱 然后他又度过了这个 叫什么 弹劾的难关嘛 所以这个时候 连任可能性非常大 现在有了新冠以后就有点不确定 虽然呢 三月中到四月初这两个礼拜 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呢 特朗普先生呢 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上升了 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应该这么解释 就是首先就散 这个聚集效应 就是 西方民主国家平时很散漫的 对吧 一旦遇到危机啊 还是靠政府 靠政府一定是往那个总统 代表国家那个旗子枪 聚集 就聚集效应 这是一个啊 这是那个特朗普先生民意支持率上升的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因为今天是两党都很大 所以他这个基本盘特别鞏 基本盘是稳定的 那加上聚集效应 就是原来的技术就很稳 然后再加上新主 就散了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技术性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疫情来历以后吧 民主就担心嘛 焦虑嘛 这个时候就希望那个引导人突然说话 结果特朗普先生也是很聪明的 他就是天天是吧 带着那个白宫的主要官员出来 打记者问 其实打记者问里面那个 存疆这些不太愉快的啊 但是他只要每天出来 对相当多的美国民众就是一个安慰 这个平台对他非常 这实际上是他连任是非常有利的 不知道注意到没有 现在民主党那边候选人已经出来了 就是拜登对不对 潜伏总统拜登 拜登现在很可怜 他没有平台 讲话其实不去采访 他经常这样就是跟我这样 弄个家里的小厨房或者小房间 哪个视频在那讲 这个不行了 这个平台太不一样了 对吧 这是前两个礼拜 那个 基本的情况就是 在疫情在美国严重化 严重化以后反倒是那个 博特的那个支持率上来了 原因就在这 就是这个 他的那个 区域效应 然后那个 基本盘的稳固 加上 疫情 让他曝光率更高 他把他上来了 但是 但是 如果 疫情再发展 比如说 确诊人数突破那个 100万 甚至200万 死亡人数过5万 我觉得还是对他 因为 就是 最后那个 问题 进一步严重 大家还是会怪那个 怪那个 当家人 对吧 那个 呃 因为毕竟你是在这个位置上 死那么多人 你得负责 所以 我我我倾向有的话 也就是说 预行再发展 这个 对 特朗普先生 预行初期 他会 有点帮助 因为我刚才讲 整个西方民主国家 都存在这个聚集效应 只要就是来一个危机 啊 这个支持率就上 英国 法国现在都是这个情况吧 美国历史上也是这样 包括老布什小布什 只要 比如说 老布什时期 那个不是 那个大海外战争嘛 啪 老布什支持率上来 小布什不是遇到911 他支持率也上来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啊 所以虽然那个 这个 就叫三月下旬到四月初 也 可能我支持率上来一下 但是 我还是认为 随了疫情进一步发展 他最后的支持率是会下来 这个对他也很努力的啊 OK 那这次是想美国 那其他国家呢 像德国啊 法德国 也会出现 疫情再发展 如果那个党争呢 会更厉害 好 社会呢 现在西方国家还好 是吧 我们国家社会基本稳定 那西方国家也还好 但是苗头有点不对了 那如果 疫情再发展 然后隔离再实施 那么有些人他就受不了 他就会出现社会动力 还有一个啊 就是如果这个疫情发生了 第三世界国家 一个是死人会更多 一个就是可能会出现社会少的 对 所以 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啊 帮助发展的国家 控制疫情是极为重要 因为 那些全国家出现疫情 死人无数啊 社会崩溃 那我们一带一路就没了 知道 我们是战略也就废了 所以呢 那个 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好像我们现在已经 在国际上 对一百三十级路 这个进行援助了 这个力度相当大 这里面有一部分是 区的 大国一路啊 国际性 因为还就是死的 因为这个做的不好 省害我们自己的利益 好 下面还有一个 是对地缘政政的影响啊 首先呢就是美国啊 美国我个人打算估计啊 在这个 事件完了以后啊 它就有点下降了 因为它表现太不好 是吧 第二就是欧盟 欧盟这一次啊 表现相当糟糕 欧盟成员国 现在出了问题以后 它没有什么用 像意大利 是欧洲第一个出现 严重疫情的国家 对不对 出了疫情以后 他向那个欧盟成员国求助 没有一个国家 真是很差 所以我看那个 现在欧盟理事会主席 叫那个女的 德国原来的国防部长 部长叫封德莱恩 两次道歉了吧 我记得3月10号 意大利处欧盟大使 叫马萨里 就在美国的报纸上 公开的报言 说我们家遭难了 我向我的勤起求助 没有一个人理由 只有遥远的中国报道 所以我个人欧盟 欧盟在这个疫情过后 会受损 还有一个就没有关系 会出现一些问题 一个 他们之间的信任 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 东亚地区我相信是一家 东亚地区在 在这个疫情之后 我觉得会 会那个什么 有一些那个 进一步合作的 这个前景吧 中东地区呢 我看不太清楚 中东地区目前是这样的 几个世俗化 比较好的 好多国家 伊朗啊 土耳其啊 这个中东啊 这个 这代表 中东地区四大民主 阿拉伯人最多 然后是波士人 然后是出局人 然后就是犹太人 四大民主 阿拉伯人有外 三家世俗化 现在 世俗化好的 这个国家 反倒表现出来 疫情比较严重 那些那个 比较落后的国家 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我觉得不是没有 就是没钱 检测 任期死亡算了 所以我相信 中东地区 在这个疫情过后 可能 这个 会更乱一点 这是对 对几个地区影响 那么 最后讲虚一点 可能 疫情完了以后 我们东方社会 对西方的评估 会有点多 原来我们是非常崇拜西方 觉得他们那个 智力能力好 技术好 资源丰富 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 就很多人就开始做这个 鲁家文化 西方文化的比较好 然后现在鲁家文化圈的表现 确实是相对比较好的 我刚才列举过 这种东亚 不管你发展 发展程度怎么样 不管你政治制度怎么样 总体不错 对不对 八中华区 大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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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台 都不错 对吧 其他鲁家文化圈 包括朝鲜 也还可以 朝鲜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越南 都不错 所以一定有一些学者 开始做总结 我就注意到 3月23号 一个韩国裔的德国哲学家 叫韩炳哲 他就从这个 卢家文化 和这个西方文化 角度进行的分析 对 他分析的结果就是 卢家文化有个独特之具 比如说观念上 我们是以人为本的 老无老 集人之老幼 集人之幼 集人之幼 西方没这个 西方就是资本自找 社会大安稳住 他就很公开的谈 那个叫群体免疫 就是让那个老年人牺牲 对吧 这个话 东方 就第一没人想 第二想也不敢说 西方他就说了 对吧 很残酷 所以对西方的这个 东方 就主要是我们东亚 对西方的评价 会有这样的 自信心会上的 另外对美国 这个看来也有些 这个这个 重新评价 这个国家 问题比较大 内部治理 比较大 对他的不满 会上升 对他现在包括 经济上的很多做法 会保持经济 现在应对不利 但是又 要恢复经济 于是发钱 乱发钱 对不对 乱发钱最后是大件 付成本的呀 对吧 这个 那没有经济必要性 你的发钱 因为美元实际上 是国际货币 对吧 你为了自己一家的那个 私利啊 一家的问题 乱发钱 这个 远远超过这个实际 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 这个数量 就是为了应激 那那 潜在隐化的 另外呢 就是中美关系 肯定会有非常微妙的变化 这个 好 我们再翻译 好 那么中美关系 大家肯定很关心了 这个 超过时间 我再讲几分钟啊 这个 中美关系呢 是大家关心的 因为中美关系 事实上 是中国最重要 重要的 中美关系 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未来如此 那么这个疫情 对中美关系有不好的影响 中美关系应该这么说 疫情发生以前 已经不好 17年12月18号 美国在那个 他的那个 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 已经把中国定位为主要对手 然后美国是行动能力极强的国家 一旦把你战略上定位对手 马上就动手 然后 17年底 把我们定位对手 17 18年3月就发起了贸易战 伴随着贸易战 还有很多战 包括科技战 打我们中心 打我们华为 打那个 打江国际也打了 柯大逊飞 是吧 海康威士都爱打 是科技战 是吧 贸易战是始终如一 但是 贸易战伴随着有科技战 都有司法战 抓猛瓦舟 有舆论战 美国那个支持中国的网军不断捣乱 这个 然后当然还有金融战 就是美国金融手段 制裁我们中国很多公司嘛 贸易 科技 司法 舆论 金融 对吧 无战了 其他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 中海 南海 台海 是吧 这个 这台湾问题吧 然后香港 新疆 西藏 六张 政治派 十一张 然后是一带一路 十二张 然后搞印太战略 就除了巩固原来的盟友关系 韩国 日本 新盟友 越南 印度 这是十三张牌吧 一带一路捣乱 是十二 这几个新盟友是十三 十四呢 就是这个 开始琢磨的 在改革WTO 不是WHO 改革WTO 就是在美欧日之间搞新的 WTO2.0版本 他们之间搞零关税 把中国踢出去 第十五张牌就是搞什么呢 军库 不断地拉中国进入军库 目的是什么 限制中国 全是现代化速度 知道吗 OK 这就是 疫情之前的情况 对吧 定位 战略对手 牌打了十五张 就整个中美关系 已经往下走了 已经 由原来基金人员合作 变成了竞争为主 对 你疫情之后 只能进一步往下走 目前 中美围绕着疫情的矛盾 首先 有疫情本身 现在美国不断甩锅中国 对吧 说这个疫情是中国人搞的 这个 然后呢 现在好像 有七家那个律师事务所 已经在美国国内 发起了诉讼 然后很多 不是很多 就几个议员已经开始 提议案了 要求获算账 什么 那 这是 这是一个为了的疫情 追责 就责任 求获算账 还有对我们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积极开展 防疫合作 污蔑 是我们输罪 我们给这个原作输罪 对 然后 是我们 实际上隐瞒了武汉的数量 对不对 呃 凡此种种吧 就为了的疫情 现在中国也是很不愉快的 而疫情之外 他现在还能做很多动作 包括这个 最近还通过了什么 台北法案 对吧 还有 涉江 涉港 一些新的议案 另外就是军事动作 东海 大海 大海 一个 所以目前就是这样 就疫情还在进行 对不对 别的围绕着疫情 中美在炒 疫情之外 战略压力还在 对 因为长期的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由于 这个疫情后 中国的地位有点上升 美国地位有点下降 所以美国对我们的战略第一 战略焦虑会更重 嗯 然后呢 部分特工会实现 经济特工 完全都不现实 对吧 部分特工会实现 像科技 像我们这种人文交流交流 特工是完全看到的 所以大家要做好 心理准备了 你们孩子要再送到 美国去读书 就不限制 对吧 最后 中美国还有一个东西要警惕 就是警惕美国打 因为 这张牌其实是不能打 但是他在打 而且已经在打 而且已经在触犯境界 所以呢 很多朋友还要注意到 是不是前天呢 这个东部战区 有一个叫 什么放 丢掉幻想吧 准备战斗吧 这么一个文章 对不对 嗯 我觉得这都是信号 这个 就是这边呢 不愿意在台湾问题展排 但是美国 包括台湾当局 陆部禁闭 这个 所以 我觉得台湾 出色的概率是非常大 对 一旦出色呢 影响 非常大 对不对 包括我估计对你们腾讯的那个 业务影响都会很大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期待不要出色 但是呢 就是客观讲 这个可能性很大 大家做到相应准备 好像最后还有一点 再翻 最后一页我们 这个分享结束 最后呢 简单的 总结一下 就是说 今天这个新冠肺炎 是很大的一个黑定额现象嘛 然后呢一定 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吧 因为我们人类已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 嗯 就整个死亡人数好像是 14万了 对吧 就感染数是210多万了 死亡数已经过14万多了 代价很大 星期上 是吧 代价积极成功 所以 这个事过去以后一定要反思 不反思不对的 对吧 那么时间关系我不能再 我只是点到尾 第一个反思就是要尊重自然 拒绝野外 虽然我刚才最近 呃 像你们深圳 不许吃狗啊 什么有些争论 但是我觉得大方向没错 就是尊重自然 拒绝野外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的防疫体系还要大起 这个 像这一次新冠肺炎 发生以后 信息的沟通还是不顺畅 对吧 那么物资处也不够 如果信息更顺畅一点 早一点反应不就好吗 还有一个 一开始是不是那个武汉好多医院的医生 他没有那个防护设备 这个不行 嗯 就 以后那个 就是对 病情的监控要更好 而且一定这个反应要迅速 对吧 渠道要畅动 还有就是一定的物资处备一定要多 这个点钱 这点钱不都省了 知道吧 所以 加强防疫体系 还有一个就是医疗改革 不能过于市场化 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这几年有个问题啊 好像 就是一种市场原教组主义 市场主义 一市场就零 不对的 嗯 这个 就 就跟消费者有关的东西啊 这个 这个 有些东西能市场 市场化 但有些东西不行 他有公益性的 比如说教育 养老 住房 医疗 这是有相当社会公益性的 他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医疗体系改革 可以改革 可以用市场营出 但是 不能太市场化 所以一定要保持相当比例的公益医院 这一次 防疫也看得出来 主体 主力军还是公益医院 民营企业 民营医疗也有参与 但总体来讲 是 是 是吃药的 对吧 第四个法治 就是社会治理要加强 中国现在快速成熟化 我们现在 城市化的速度 每年大概是1.5到1.7 全世界平均水平是0.5 所以我们城市化速度是人家平均水平三倍 大量的城市出现 大量的小区出现 社区干部这么多 对不对 这个 那一旦出了事 那 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这样 一个小区 四五万人 十几个工作人员 那这怎么搞 搞不了的 你这种 社会治理要加强 就是中国城市化加速 衰败的农村这么晚 迅速扩展的城市这么晚 这都得加强力度 第五个反思呢 就是以后干部选择 除了这种中规中矩的能力 还得讨厌他一种就是 应急反应能力 那这个好像我们干部考上过去偏弱 第六个呢 跟我们有关 就是科技和教育 还是不能被西方引得走 现在我们很多那个科技教育啊 不是以西方 这个某个杂志发国为荣 那整个思路被人家引导 这个不行了 这个 我们科学和教育 还是要为国内大众 国内的发展很高 而且以后 比如说 我们要自主创新 对不对 自主创新你就得 不能被人家引导啊 你像你的哲学 你的总的战略思路被人家引导 那你搞什么创新 永远是跟着人家跑 人家的党 所以科技和教育的思路得变化 当然下面简单军事 虽然 这个多数人都不会认为啊 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是个生物战的东西 应该不会的 但是呢 阴谋论不要用 但是防范阴谋一定要用 所以军事方面 加强生物战的 还有 全球化呀 有一定的反思 现在看起来全球化会受挫 而且甚至有可能出现平行全球化 那这个 要 针对这种新情况 调整原来我们全球化的战略 下面还有一个 应该是第九个吧 就是语论啊 我们中国社会啊 在 在新冠肺炎爆发以后 其实非常的撕裂 语论撕裂 语论撕裂 后面就是社会撕裂 这就是中国的新鲜 面对这样一个利益分裂 语论分裂的社会 怎么让这个社会语论充分表达 同时 又把那种很邪恶的谣言 造谣什么 负面的给它控制住 这个很难 我们现在这个 语论管理是比较机械化的 是得改进啊 最后 一个反思就是我们还得 反思合理的分配 国家与社会的责任 两个力量啊 都要发挥作用 是吧 单独靠一边做不好 而且有其他的隐患 OK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啊 时间关系我必须停了 反思部分 我只能非常简单的讲一下 那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要不就 这个做一点互动 好不好 那个我们的主持人 何老师来来来主持吧 好好 谢谢金教授哈 那个呃 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从国内的疫情呢 到国际疫情 从国内的经济呢 影响到国际经济的影响 还有就是 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关系 以及中美关系啊 做了一分享 我们也看到评论区 还有这个 直播的一些小伙伴呢 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哈 我们也快速的会懂了一下 呃 时间关系呢 我就带为小伙伴提出来 听一听金教授 对这些问题的评论哈 呃 第一个问题呢 其实和这个国际形势有关哈 呃 新冠疫情期间呢 其实从讨论这种病毒的起源 到包括日记 国际媒体环境呢 对我国的政府和人民呢 有大量的一些相对的 负面舆论的一些报道哈 实际上呢 也扩大了 呃 世界如何看中国 以及中国如何看世界 这两种认知之间的一些偏见和鸿沟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观点 请问您 怎么来看 这个对中国或者说中国的 企业会造成一些什么样 长远的一些隐患或者风险呢 嗯 是这样的啊 就是 呃 我的 这个这个 进了好多这个微信上的朋友圈啊 从那朋友圈的信息来讲呢 国际舆论其实挺复杂的啊 比如说中东地区 基本上都怀疑是美国人干的 哈哈哈 你就去看那个 研究阿语的朋友 波斯语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那个这样 觉得是美国人阴谋啊 那个 所以呢 那个 就是最近那个美国甩锅 我说甩锅 他们是不认为 这是一个 还有一块呢 非洲 就是非洲本地啊 实际上呢 也是对西方的 成为大 特别是这个非洲的那个 这个这个 共和关系相对良好的物量 但是呢 这个这个 我刚才讲的是告诉大家 至少中东非洲 他们不是完全跟着那个水跑的 至于说像俄罗斯上呢 当然更不是 但是 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 整体 是西方力量比我们大 中美 一比 还是美国大 然后美国还领导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就加起来 加上去 我觉得我们就更厉害了 总体来讲啊 西方实力强 那么具体表现在舆论上 就是他们在舆论上是在主导意味 那个 然后现在看起来呢 现在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 都有一种 愿望 或者一种需要 把他们应对疫情不利的责任 推给他们做 所以下一段时间 我们中国其实最难打的是第三战 就防御战 我们是接近尾声 叫经济保卫战 我们正在顺利启动 对吧 但中国未来还要打第三战 就是国际上的舆论战 和直接相关的法律战 这个 现在看起来这个这个 第三战刚刚开始 这个总体上都处在一个不太有利的位置 这个 这个 然后 怎么说呢 他们那个 至少目前呢 处在一种进攻派施吧 制造了很多 这种 这种 这种逻辑 这逻辑都是对我们挺不利的 那个 嗯 我们 我们中国在被迫啊 但是我估计呢 是这样啊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 我觉得我们能应对 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因为最重要的两个事实 是我们 比他们要保险 防御 嗯 我个人认为啊 我们是已经控制了 大功能爆发不肯 到下面就可以 经济保险 我大胆的预计 咱们经济啊 通过各种这个 手段呢 实施 现在中央不是 财政政策啊 金融政策都做了很大的调整吧 这个 都还是比较有 就是 我觉得是有作用的调整 加上地方不是 上了很多项目嘛 嗯 截止到三月底是五十万亿 项目 那项目跟以前不太一样 它内容里有很多星期间的东西 嗯 所以呢 基本事实就是 防御 和经济保卫战 我们会比西方好 这是我们最硬的地方 然后再加上 防御方面的国际合作 我们做的也会比美国好啊 所以 就舆论战法律战本身 我们现在还是比较被动 但 时间推移啊 我觉得啊 这个 我觉得我们应对 能扛住他们的压力 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说那个 比如西方真的耍流氓 把我们那个什么东西 给 把我们一个国债给扣了啊 什么的 我觉得他走不到那 真走到那一步啊 他彻底撕破脸了 撕破脸了 我觉得我们 八国联军时代结束了 对不对 真的如果发生某种冲突 我觉得我还是有手段 大家不用太担心 嗯 那个金教授这个问题追问一下 因为今天都是 是企业里面的一些 呃管理者哈 那刚才这个问题 不知道对企业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吗 因为你刚才我们用起来 像是对 国家 应对方面哈 对企业有什么风险 或者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地方吗 哎呀企业呢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就是可能在美国这个方向 这个投资要慎重一点 这个 就是我们假设啊 就是美国舆论战法律战 打到后来啊 他真耍流氓 扣中国的物资啊 他是给你首先扣的是那个 我们国债了 然后国有企业啊 他没准扣的后来也扣到 市民企业生 扣上去了 嗯 这个这个可能性还是有 所以适当的 稀释在美国的资本 我觉得就有 这个 另外长期的业务啊 这个也得注意 这个我是建议 大家密切观察那个中美的动向 不错政府 这首先强调一点 中国政府是极其重视中美关系 是吧 极其愿意这个这个合作 你看崔天凯大使 类都类似了 对不对 天天在那里讲合作 但是呢 这个事啊不取决于中国 知道吧 因为现在 美国这个当政的战略界这一帮人 都是一帮红脖子 这个实际上本性是很流氓的 而且对我们敌意极重 就流氓敌意重 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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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愿自损一千 来杀成一千 杀敌一千 他不是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不是他现在是 宁愿自损一千 来杀敌一千 这就很危险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建议就是 以后美国这个方向适当的减缓吧 这个 然后重点放在 来讲的 就叫 叫东亚那个经济圈 还有一带一路 还有欧洲 我觉得欧洲不会跟美国跑的 这三个方向 都都下点过 没有当然 那我一直在讲的就是以后重点还是在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应该以后是很有希望的 国内市场为主 国际上呢 东亚 一带一路 然后欧洲 美国那边你们观看吧 如果我们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没有闹大 那你还可以搞点英雄 但 看那个态势可能以后会闹得挺大的 嗯 所以大家至少在美国这个方向要慎重一点 这是我的建议 好的好的 好谢谢啊 好第二个问题呢 呃 刚才您也讲到了关于台湾问题啊 这是一个挺敏感的问题 其实大家也都很想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啊 那也提到说 确实刚才您也提到了 最近大家在热议 我们那个多部战区陆军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 人民前线呢 在4月13号到15号呢 连续推了三篇文章啊 非常直接的传达了这种备战的信号 在这里就想问问您 这个今年尤其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啊 我们对台湾的整体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针会改变吗 是说 从原来的准备和平统一会真正的变成武力统一吗 如果是的话好 那有没有大致的您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未来进程啊 结果的一个预计的一些东西呢 哎呦这个预测呢 我老讲啊 实际上社会是很差的 大家很希望预测 但是实际上很差的 我老讲社会科学厉害在哪呢 事后诸葛亮 这时候完了吧 我给你讲故事 这个特邦 这个谈天说敬 说理啊 论金道古 这个这个能力特邦 然后评价也还可以 是吧 通过国际比较 中外比较 那个那个古今比较 评价也还可以 评价可以 这个这个 事后那个分析还可以 但是呢预测很差 但是有时候人很多啊 就是人一定要预测啊 这个我们就试试看 那个我只能这么说 就截止到今天 我们北京中央政府啊 对台政策没有变 本然是一国两制和平同意 我觉得没有变 但是呢 他整个游戏的态势在变 那问题我一直讲 他是个两国三方游戏 什么两国是中美 三方呢 咱们中国人没出息 都要分裂了 所以是个两国三方游戏啊 现在的情况是 大陆这边呢 政策没变 因为大陆领导人的心态呢 也没有大变 就是说 时间在我们这一边 这个 时间对我们有利 是吧 就放一放没关系 但是 这个两国三方游戏的 那两方现在心态 那一个是美国 对我们第一把 我刚才不是讲的吗 班农那个心理 2015年 Consent 2018年 Unsiety 焦虑 2020年 Feel 恐惧都出来了 对吧 那台湾那边呢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 今年1月11号 大家看到这个 选举结果了吧 蔡英文大胜 对不对 1月11号的结果告诉我们 就是台湾整个的社会面 这个原来好像是泛蓝 泛绿 基本上 基本上还是很稳定的 这个一半一半 对不对 现在还真不是 现在可以说 社会基本面 85都是泛绿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吧 这个 真正的泛蓝 我估计15都受不住 这个 就整个社会的基本上 因为 除了上那边 就是台湾人现在精神状态 不对 精神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意识形态 绑架了 常识了 整个社会是高度态度 对不对 就是出现一个什么毛病 叫identity politics 就是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很要命 身份政治就是咱们文革嘛 给你画成分嘛 对不对 这是很要命 所以这是一个事实 台湾社会的基本盘 变了 这个整个是群像业态度 然后那个 而且这个变的社会 还有点非理性 处在咱们文革那个状态 这个 所以就非常非常危险 那个 我个人呢 就建议大家看一看520那个 蔡英文那个讲话吧 那个讲话我觉得挺关键 如果蔡英文 讲话不理性啊 我觉得挺 这个 所以大概这么几个情况吧 一个就是蔡英文讲话 一个就是看美国的动作 如果美国那个 动作比较大 那就比较危险了 所以最后我只能这么说啊 截止到今天 大陆的决策层 还是很理性的 最终的目标是叫 以后两者合并统一 没变 但是大陆觉得是另外一个理性 就是知道 台湾 这个美国有可能冒险 所以他也在加强军事准备 各方面的准备 所以今年 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是在 我们大陆遇行最严重的时候 这边的那个军事动作没有断 那个 包括什么 包括那个 叫什么 101南昌舰 正式服役 就055对吧 而且我看 2号舰 3号舰 4号舰 4号舰 好像 最近又 又处理海 然后马上 翻场以后 一休就准备叫海军了 很快我们又四条 055 055 告诉大家是 当今实际上最好的 这个水平 它比美国现在阿里博克2 要好 整体性能要好 我们国家的 02D 跟阿里博克2 是整体作战性能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055是比它要高一级 美国没有对应 美国设计中的阿里博克3 大概接近于我们05 那现在阿里博克3还没见呢 所以呢 你看这个动作你就知道 我们在 很认真地在做准备 这个 所以 大概这么说吧 今天出不出事 不取决于 取决于台湾和那个美国 如果他们做的比较过分 那随时可能出事 只能说到这吧 好的好的 谢谢 那第三个问题 其实和也是和国际形势啊 中美俄相关啊 前几天 应该是 这个美国国务卿呢 在和俄罗斯国防部长 拉普罗夫的这个通话 就是称的说 今后任何美俄间的军控对话 必须保护中国 所以想问问这个 这个美国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因为有的人也在在推测哈 这是不是 以这种军控谈判为要做要挟 然后呢来限制我国的中程导弹的发展 将来为他们在中国附近的部署 这样的一些中程导弹或者反导系统找理由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个是这样拉夫罗夫是俄罗斯外长啊 不是那个防长 然后呢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军控呢 限制中国下一步军事现代化 这是我刚才讲那个去年 就是美国已经打的牌 我是刚才不是列了那个 疫情之前 美国打了15张牌吗 其中有一张就是军控 他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他搞军备进展 所以他想把我们拉进军控 然后来限制我们的速度 这么跟大家讲 我们中国现在在军费上开始是比较理性的 中国的民意军费开始 就是去年 就19年两会 不是克强总理 向那个两会代表交了一个那个预算报告吗 你看那个预算报告啊 我们军费啊占GDP才1.43 很低的 是吧 当然就是 这个西方人不信了 西方人比较接受的一个估计呢 是斯德哥尔摩和平六所的 这个他那个估计 估计呢是占了2.5 那么这2.5呢 是就二战胜利国里面最低的 那美国的军费开始实际上占了他的GDP是4到4.5 军费是7000多亿的嘛 GDP是20万亿 3.5嘛 但是他那个 有很多项目是 是能源署啊什么项目啊 航天署 NASA 他是为军方服务的 他不算在军费里面 那实际上是军费 所以呢 他的实际军费开始大概是4左右 这或者再高一点 俄罗斯印度都是这个 这个水平 这个 法国英国的 是2.5 再加上隐性开始3 对吧 咱们国家 这个民意开始1.43 实际 那西方说法实际开始2.5 那么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不是在二战胜利国里面我们最低啊 对不对 这个他们是4嘛 美国印 然后印法是3嘛 我们2.5嘛 我们比两个战败过高 德国日本是1.5 这个 所以呢 从这个财政负担来讲啊 我们承受力非常 那好多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就比较值钱嘛 这个 呃 这么说啊 就是我们这个军费 所以 他的实际上的购买力 那比美国呢 有效多了 知道吧 这个我告诉大家 比如这一条零物 如果美国人要去找啊 他的整个这个成本至少是我们的六倍 一般都是我们是我们的八倍 这个 所以呢结果是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他军费性是搞不一模 那我们说的太快 很多朋友都注意到 去年 这个就是2019年 中国海军得到多少 建制 得到了新建制 20.1万吨 20.5万吨 中国以外全世界啊 得到多少新建 22.06万吨 是不是 就基本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两个国家 一个中国一个外国 对不对 美国拿到了14万吨 所有其他国家 全部加起来8万吨 中国一家户20万吨 你说美国怕不怕 因此呢美国现在想了一些招 因为现在俄罗斯 是很愿意跟美国搞军费进行 为什么俄罗斯没钱了 维持那个庞大的那个 那个核武器体系 他没钱 所以他他他他他想 重续这个 续约吧 美国现在死个坏 你你跟我续约可以 你得把你中国兄弟给带过来 然后就是他目的就是用那个 这个一个新的军共条约 就是把 把中国纳入到就是 美俄条约里面啊 就限制我们的发展 知道吧 那么中国目前呢他就不理他 爱谈不谈 那个反正我按照我的节奏走 对不对 这个 再有个五年 有很多东西就 就就就绝对超过 至于说你刚才讲那个中导啊 没问题的 这么讲吧就是就 嗯 超音速武器啊 我们中国是领奸的 领奸于美国 美国现在在追我们 知道吧 我们 十一阅兵 大家不是看的一个东西叫 东风时期 对不对 美国没有这个东西 知道吧 是他的实验室 他的Data 就是 美国国防部下面呢叫 这个国防战略研究局提出来的摄像 他中国人也做出来 还有包括那个动能武器 也是他贴的摄像 他做不出来 中国人做出来 知道吧 那个 保班这一块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绝对是 这个 嗯 这这点不是说他要限制我们 他是让我们慢一点 让他 他来追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ok 嗯 好 嗯 嗯 嗯 就叫做下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我们这个国内供应链的一些问题哈 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很多西方经济局家都指出呢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非常危险 而且近期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美国日本的也都出台了一些政策 啊 中国的一些在华的一些供应链的可能 先回本国或者说在其他东南亚必须哈 所以呃 可能也帮您帮预估一下 国际的产业量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 印度和东南亚呢 是否会部分取代中国 那么对 这种情形 疫情结束之后呢 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呢 怎么来预测呢 嗯 是这样的 好像在疫情之前嘛 中国有一部分 产业已经往东南亚南亚走 对吧 小米现在好像 很多生产是在印度 然后呢那个 比如说服装加工 相当多的就已经转移到越南去了 这个好像是自然要发生的 对吧 呃 只不过呢 疫情之后有可能啊 有一些中高端也会跑 这个 这个是很多人很担心的 但是我我现在估计这样呢 就是说 呃 对美国政府和欧洲政府来讲啊 他们现在呢 大概有一件事一定要做 就是 就是涉及到 他们的生命安全的东西 比如说我刚才举了几个 几个几个几个例子 就是医疗物资 口罩啊 什么的 呼吸机 看来他们要移一部分回去 因为那个3M是很好的 生产那个口罩啊 医疗物资的 但是他生产线主要摆在中国嘛 所以呢 我估计他以后啊 要么移回去 要么移到他比较亲密的 和新人的伙伴中 这是一个 就医疗有关的啊 当然还有这个原料药 那一块 我估计这一块他肯定会动 因为 一旦西方国家形成一个共识啊 说这个东西涉及到安全 就宁愿牺牲一点市场的利润 是吧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动了 这个 所以呢 大概是两个东西啊 一个东西呢 就是根据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市场本身的 需求吧 由于中国的成本上升了 所以我们有一部分资本 就去 这个东南亚 南亚甚至非洲某些国家 去找那个 这个这个更合适的地方啊 这个呢 已经在发生 我们党也挡不住了 原先也没什么关系 呃 然后 中高端呢 我估计就是 就是 相对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公益性的比较 就是涉及到我刚才讲 生命的那些东西呢 也得走 对 所以说其他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其他是这样的就是 那些要走呢 也要他的难处 因为 这个 这个 美国相对守一点 美国啊 现在还真就是缺乏 缺乏那个 有效的劳动 特别是缺乏工程师 这个不是个假啊 美国 每年生产的工程师 比我们少多了 知道吧 咱们工程师大把大把 这个 这个是问题 那个 我个人现在还有一个 这样这样一个分析啊 就是现在美国在 未来的人才竞争到 是有问题的 对 他的来源这样的 就是美国的公益教育 是彻底失败的 我在美国教过书嘛 我03年在米奇肯 University of Michigan 那个 在他那个公共政策学院 叫Jerald Ford School for Public Policy 我教一个三学分的书 然后07年秋天又去了 又教这个学期 然后呢 我的观察就是这样 美国的公益教育 肯定是失败的 这个 那么美国呢 他真正好的教育 是谁啊 是什么呢 是私立教育 还不错 相当不错 可是那是一般人 谁赌得起啊 他也会了 是吧 光是靠 那批私立教育的精英层 他拖不起一个产业啊 拖不起他 好 所以呢 他就靠外面引进啊 外面引进呢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问题了 二战以后 他第一大那个人才来面 还是欧洲 对不对 好 然后冷战以后 他要从那个东欧搞得不少 现在随着欧洲的衰败 这个人才已经枯竭了 是吧 他真正未来能够找到大量人才公益 其实是涨重 但是现在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意识上 他又开始切断跟我们的连续 于是 他那个外来部分 他越来越越靠印度 因为其他非洲啊 拉美当里有一点 但是很少的 相对比较多印度啊 但印度我觉得 支撑不起这个需求 就是像那个二战以后 从德国搞上百万工程师跑过去 还有这个冷战以后 从俄罗斯搞上百万 一个结束了 印度 因为他本身那个社会特点 整体社会很多 精神很好 那光从那个印度这一块 坦率来讲啊 不够 这个 这个 他本来应该是找中国合作 但是他现在已经切断这条路了 所以实际上 就未来人才竞争 我有点不看好美国 基本逻辑就是这样 由于功利教育失败 真正的好教育 在势力教育 对吧 数量到 如果数量不够以后 他无法支撑几个产业 于是靠外面 未来呢 物中 枯竭了 第三世界没有 真正 你给他的是中国 他又不要 于是就找印度 结果找印度呢 最后呢 我觉得 其实这两家都不好 为什么 印度本来人才就不好 好人才被美国弄跑了 实际上对印度的发展不易 对吧 另外呢 美国人才队伍里面啊 弄了很多印度人 其实 我觉得对美国以后 潜入的不好 你们 你们在硅谷工作 应该知道 印度人呢 一旦掌握了一个职务 他们引诸大量的印度人 对不对 然后最后 硅谷啊 我估计都 变了一股咖喱味呢 对不对 最后是个双输的结果 印度人占的比例太高以后 美国的创新能力会下降 这个不是个好的事啊 所以 我这个说的有点 有点远了 反正那个 怎么说呢 我这 评论观一点 我觉得这样的 就是低端 产业本来就要走 你有没有预先他都会走 中高端呢 就是我估计是医疗内部 走的可能性 其他部分呢 走的可能性不是很 好 谢谢 好 谢谢金教授 那个时间关系呢 我想代表大家提最后一个问题吧 好吧 嗯 因为前面我们都谈的是一些具体的国际关系啊 或者是具体问题 其实大家还有一个话题 是说 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啊 其实很想 了解这种国际的形式啊 或者是来分析这些东西将来对企业 对社会 甚至是对我们个人的一些影响啊 那坦白说呢 我们在这块的这个专业知识 确是缺乏的 对想问问金教授 比如说我们想 获取相 有哪些渠道可以获取相关 相对客观一些啊 对国际形势啊 经济形势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 另外呢 在看待国际关系问题时哈 有没有一些这种 底层的思考逻辑 让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看到一个 新闻之后呢 我们判断不好 怎么来看它 怎么来思考它 不知道像您作为这个国际关系的专家 在这方面有没有给大家一些这种经验的 或者说一些 一些点播 没有这个问题太大了啊 像人生哲学一样 这个我不一定能够给好的答案 我只能这么说啊 就是说 呃 就是今天呢 你们从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经济活动啊 这个 我的建议呢 就是不能简单的 从那个经济学角度去看 嗯 这个 经济学很重要 嗯 但是呢 我觉得任何时候啊 其实 就政治经济搅在一块呢 嗯 所以一定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看 就是政治经济都得坚固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国际国内打通 嗯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思路 看任何问题 都不从一个单一专业去看 嗯 至少我的建议就是政治经济打通 把国际国内打通 这个 这样呢 就是比较靠谱一点啊 就是严格按照经济学教条去办事 吃亏的可能性非常大 嗯 但是说容易啊 真做到也不太容易啊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 就比如像你们腾讯学院啊 设计课程的时候 就尽量的把这个 课程的设计好一点 是吧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说一说 嗯 但是呢 坦率讲啊 经济学啊 没什么用 是吧 约翰加尔布雷斯啊 二战以后 美国 呃 应该讲是 比较有名的政治 就经济思想家啊 嗯 他一百多岁才去世 晚年的时候我在匈牙里开会碰到他 他跟我开玩笑 我都搞了一辈子经济学 他说最后我的结论啊 经济学啊 一半的事实是错误的 剩下的一半是没用的 哈哈哈 这是调侃啊 那个 但是 反正这样就是 大家不能从经济学教条去看 那个 经济学的东西要有啊 但是我觉得 最好是 相当多的东西要 要政治有 而且尤其是中文 我不知道那个 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啊 就中美应该是这样啊 中美都是混合经济 嗯 但是基本的 制度性质确实不一样 美国啊 是资本制约下的政府 中国是政府制约下的资本 这个基本性是不一样 这个 这个也改不了 肯定是改不了 再怎么折腾也改不了 大家只能适应 这个 所以 嗯 多的我也说不了 反正就是 就是个建议 就是大家 不要被经济学教条去引导 嗯 特别是那种黑板经济学家 对吧 他叫天天忽悠大家 那个不嫌的 害人的 嗯 一定就是政治经济的 这个 然后国际国内打通 嗯 嗯 OK 这是我我我一点一点 不一定有用的体会吧 对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金教授好 那个金教授那个是这样的 就是今天呃 所有的学员呢 都是腾讯 以及腾讯系哈 腾讯对生态的一些合作伙伴 都的管理者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呃 一个名字叫腾讯或者腾讯生态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其实不算问题哈 就是在这种新的这种疫情 或者新的经济行李上 您觉得对腾讯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能不能最后简单的谈一谈 嗯 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那个 线上经济嘛 这个大家越来越重视 对吧 大家就确身体会嘛 在疫情啊 隔离期间线上方便啊 我线上经济肯定会大的 然后我看这一次 就是国家讲那个基建要重点 搞那个叫新基建 对不对 今天就有什么5B网站啊 什么那个 这个能源 新能源车的充电桩啊 什么特高压什么的 呃 所以我觉得就 就这个未来发展态势来讲啊 腾讯所在的行业应该讲是 很有优势的 对吧 呃 这是一个啊 就是你们应该讲在 在一个这个风口上 这个 现场经济会大发展 这是一个好事 需要注意的呢 就跟我研究有关 就是这个国际关系啊 比较复杂 主要是中美关系 我是觉得未来问题比较大 那么 你们这种企业做了这么大以后 不可能会卷入到这个中美关系 对不对 就是说站位 嗯 知道吧 这个 特别是国内啊 网民宪民主的情绪非常的高涨 所以呢 哎 就是讲话得慎重 这个 嗯 如果就是 一些行动比较明显的 对抗 主流 国内主流民意 那是会失败的 会倒霉的 这是 所以得特别慎重 知道吧 这个 嗯 但具体怎么掌握 我也掌握不好 明显这个民意 它也是老老老 老变 你也搞不清楚 真实民意怎么样 但是 但是总体确实好像是这样 这个中美的 这个民意差距是在拉大的 这个 中美矛盾的尖锐方 民意差距在拉大 那么 腾讯呢 你你不光这么讲 你虽然在华尔街上市 但是你这个 你市场主体在过内 这个 这个 站位得 得小心吧 这个 OK 这是我一点个人体会 好的 非常感谢君教授啊 代表腾讯的小伙伴 和我们生态的小伙伴 感谢您 今天两个半小的时间 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啊 金教授真的是这个 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内容 非常的感谢啊 那今天呢 我们的那个直播 也到这里结束 让我们一起 云股长感谢一下金教授 啊 另外呢 呃 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 也请大家呢 扫码关注一下我们的腾讯大学的公众号 未来呢 我们在这里面有更多的一些 呃 大家大咖分享的干货哈 在这里面去去 可以给大家推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好 好 感谢金教授 感谢各位小伙伴 那我们腾讯大学今天的分享活动到这里结束啊 谢谢各位 周末愉快 谢谢金教授 谢谢大家 多谢咱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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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